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过六时才明白 兄弟姐妹关系,出现这几种状况是缘分已尽 文章来自不一粗食,让我们一起来听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血脉最浓的就是兄弟姐妹 小时候,兄弟姐妹一起嬉闹,围着一张桌子吃饭 长大了,互相帮助,一起成就事业 人老了,大家一起孝顺父母,多走动,把家庭变成大家族 现实中,血脉情是暖暖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一次次被血脉情伤害 当我们走到六十岁,忽然发现 兄弟姐妹的缘分也会有尽头 即便你用力抓住,也无济于事 1.父母走了,兄弟姐妹就散了 孟子尽心上里有言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宜乐也 父母在的时候,就算兄弟姐妹有矛盾 带着一股气,还是回到家里吃一顿团圆饭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乡 能牵动每一个人的乡愁 更重要的是,父母在家里起到了大家长的作用 对亲情关系进行了调节 也会说一些公道话 实在不行,父母会命令某个儿女改正自己的错误 就算父母很偏心,但是出于孝道,尊重 仍旧会想办法去理解家里的难处 我的外婆活了90多岁 在外婆90岁生日时 在外地打工的儿孙都会回到老家,还聚一堂 拄着拐的大舅舅没有能力赡养外婆 但是大家都很理解 外婆从红包里拿出一些钱 给了大舅舅,也没有人认为不妥 外婆过世后,大舅舅已经病入膏肓了 按理说,送葬的时候不应该麻烦大舅舅了 但是小舅舅却非得让大舅舅凑点钱 小舅舅还说,以前妈妈总是拿钱给大哥 现在应该掏出来一些 就不好受了 当然,因为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生活,加上有过节 要相聚就很难了 不能聚一聚也懒得互相联系 关系自然就断了 若是谁换了连续方式 也没有告诉大家 那就彻底失联了 二,利益争执 兄弟姐妹就结仇了 明代官员徐真济说过 一个和睦的家庭里 财富就像茶壶里的饺子一样 不管熟了没熟 都在茶壶里不会减少 父母兄弟姐妹的钱财 都是大家庭的钱财 根本就不要去算计 在谁的手里 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左右手里 当某个兄弟 有大事要办的时候 大家把钱凑在一起 事情就办妥了 以上谈的都是理想状态 和现实事有出入的 当兄弟姐妹到了中年 就开始分家了 按照传统 父母会安排已婚的儿女 居住在某地 然后给予一些钱财 基本的生活物品 等兄弟姐妹都成婚了 大家庭也就散了 形成了好几个小家庭 以此同时 人的家庭观念开始改变 习惯了以自己的小家庭为重 尽量从大家庭里 捞一些好处 到自己的小家庭里来 这是一份私心 也是很多人 无法克制的做法 知乎上有人问 我现在在跟弟弟争财产 到底应不应该 提问的是一位女士 他有一个弟弟 并且弟弟从小被父母疼爱 父母常说 家里的财产 十分之九给弟弟 十分之一给姐姐 现在他出嫁了 丈夫家也不富有 还有房贷 父母对他的态度 也马上改变了 决定把所有的财产 都给弟弟 认为出嫁的女儿 不应该来娘家分东西 他很是不服气 对父母说 我就说你既然觉得 儿子重要 那你们生我干什么 在父母分配家财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 我弟弟很讨厌我 我也很讨厌他 不管问题如何回答 最终的结局 都是兄弟姐妹闹翻脸 情感的隔阂 已经难以愈合了 俗话说 人未财死 鸟未食亡 把钱财看中了 那么感情就自然放一边了 慢慢消亡 经过几次争执 兄弟姐妹就心寒了 谁都不想放下姿态 主动讨好对方 久而久之 缘分就断了 三 岁月无情 兄弟姐妹就阴阳两格了 当我们六十岁的时候 兄弟姐妹应该也有五六十岁了 甚至都七八十岁了 时光无情催人老 也把情感变得支离破碎 送走了父母 我们和生死之间 就没有了任何屏障 开启了送走兄弟姐妹的历程 我的大伯父过世时 拉着我父亲的手说 这辈子也就是最后一次看你了 对于父亲来说 何尝不是如此 见一面 少一面 终究是有最后一面 也有一些兄弟姐妹 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某个人生病了 也就会想办法来探望 但是 病痛中的探望 或许是一转身 就再也不见的结局 按照习俗 我们会给父母扫墓 但是 给兄弟姐妹扫墓 就不是义务了 因而 情感的寄托 也在人过世之后 变得虚无了 人这一生 会遇上上万个人 也会结交好几百人 但是分开看 无非是血缘 夜缘 地缘关系 能够长久的 与生俱来的 就是血缘关系 当我们老了 兄弟姐妹 就是最亲的人 虽然缘分不会永恒 但是 一定要拼命珍惜 在有生之年 少一些遗憾 我们相信 父母在天有灵 也希望看到儿女们 和和气气过日子 在困难中 互相依靠 这一生 钱财是身外之物 争来争去 空一场 不如放下名利 学会好好相处 好好地珍惜 彼此的缘分 不要等失去了缘分 才去回味什么 到那时候 已经什么都晚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你对此 有何看法和主张 欢迎您在评论区内留言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яв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God bless you 感谢观看